大家好 我是來自聖保六學校小學部的魏千天 你們有沒有聽過神奇拐掌的故事呢? 只要主人拿起一根拐掌 在地面上敲三下 咚咚咚 就會在地下轉出一個巨人 來幫主人做事 我婆婆也有一根小拐掌 比個神奇拐掌還要神奇啊 有一天,婆婆在這裡散步 突然之間下起了大雨 雨點不停地打在婆婆身上 婆婆,你不用怕 一把很漂亮的聲響起來 小鬼掌親的一聲飛到婆婆面前 一把雨散親 遞了在婆婆頭上 婆婆笑了起來 幸好有你啊 如果不是婆婆的假牙 哎喲喲 小鬼掌還很明白婆婆心思 有一天,婆婆有點悶 小鬼掌扭著扭著扭著跳起舞來 大阪城的石鹿平又硬 小哥大又甜 那裡有個姑娘變紙長 兩隻眼睛真漂亮 婆婆抱著心愛的小怪獎笑了起來 婆婆又再來 就是有響不進的福 各位,你們知不知道 這根神奇怪獎是誰呢? 它就是我了 婆婆心目中又乖又可愛的寶貝孫女 我願意天天做婆婆身邊的一根小怪獎